这个好吃 你说油不油膩肯定会油膩 如果没有油就用它焗 我这些我不收货 油的 但是很好吃 老婆在这里讲讲 这个旧酥真牛肉 真是真牛肉 挺好吃的 有肥有瘦的 而且始终都是烧野菜 烧烤菜 这些菜式的味道确实是偏咸 最后到这个烤豆干 还有一个金针菇 石子金针菇 有的 这个我是要这样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六 今晚四点半 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子路 我们今天一家三口来吃烧野大排档 就是这里 没有理由四点半来吃烧野大排档 当然是去市场行走 我们就来这个1980 比我老更老 1986 不是1980 池基大排档 晚上五時開始 我們五時半回來 或者五時吃到凌晨兩時 這裏就是廣紙社區 即是以前紙廠 話說工業大道 有很多廣州工業企業 後來就要他們搬走 搬走但難道要來做停車場嗎 當然是買了他們做樓盤 這裏就變成一個很大的生活區 有少少像我們去到沙遠市場 既會有當地原先住的居民 也會有一些新興建的樓盤 例如面前這裏見到 這裏是星河灣 既然有得老的社區 當然會有茶飲有飯吃 這邊的餐廳有不少 大多數都是一些吃宵夜的店舖 例如廣紙匯 牛肉火鍋也有 這裏是喝檸檬茶的 前邊是喝奶茶喝咖啡的 前邊還有武林廚神 至於說到最老牌 我極有理由相信就是這間 它沒有另一間分店 只有這個 慈忌宵夜 腦肉飯也有 這裏是水廠 我只以為是賣奶茶 賣檸檬茶 學生證 八五折 買了一杯後坐著等 有西瓜冰 西瓜冰 這麼搞笑 荷花西瓜冰茶紅綠燈 這裏是有茶室 坐在這裏 這裏還有薯條 這裏是比較少的 否則打算吃燒烤 這裏就坐下了 芝士搶公仔麵 挺過癮的 通常我來到 都是早上非節駕日時段 所以就沒有現在那麼旺 前邊我記得還有當成竹 我們是很少過到這裏 其實就不太遠 這裏的地鐵站 就叫做燕光路 如果在沙遠市場過來 非常之快 還有今天我們開車過來的路上 十分暢順 半個小時都不用過到來 既會有年輕人的奶茶店 有些老街風 長者在容氏底坐著 吹吹水 終於我們來到市場 其實這個市場 並不是勁大勁大那種 它有室內 又有戶外 但是也挺熱鬧的 不過現在這個時間 不熱鬧的原因 突然想起要喝一瓶酸奶 這個是風行來的 小時候就是喝酸奶 你煮下去它裏面是很稠的 如果喝酸奶 我覺得真的風行好過宴堂的 但如果鮮奶 我覺得宴堂好過風行的 那些牛奶瓶飲完 就這樣放在這裏 就有人來收了 很過癮 飲完酸牛奶的 我們終於開始買菜時間了 跟先後所說 來到這個時段 市場就不是太熱鬧了 但是也是會有街坊來買菜 這個市場是在居民樓下的市場 並不太大 只有一瓶都很忙 有少量在左邊室內 又有水果賣的 我記得以往 如果旺場 中間會有很多固定的走軌檔 現在就好像不見了 市場一眼望了 就是這麼大的 裏面是賣肉的 室內的 小朋友好多 老實說 其實我們今天過來 沒有什麼賣的 最主要是欣賞大排檔 我們吃完晚飯後 還會再去吉志島行行行 為何過來市場 其實純粹是餓 我們中間吃得很少 看到那裏有宴堂 就買一瓶喝 既然來到市場行行 都多賣的 胭脂紅番石樓 10元不算貴 這些最普通的番石樓 2元半 洋桃 都最多 整朵的菇粉 都多賣 而且這裏想法 其實已經是外邊的街道 市場室內 比想像中熱鬧 而且很綺麗 很乾淨 全部都有 明馬實價標注 通常如果我們看對 都是會買的 不過價錢肯定 你沒有說那些 酒櫃個案那麼便宜 這邊就沒有標價錢的 這邊就全部標滿價錢的 所以這裏就比較熱鬧 昨晚才買個菜 特別是看有沒有什麼不同 好處就是我們有開車來的 例如這邊又有一些 可以呀 兩元半而已 是啊 兩元半又等得 又不是貴 挺好 是啊 夠大 昨天我們在那裏 已經想買了 但是昨天我開車 青根 是呀 青根 本地菜 很開心 然後我們又賣麵了 那是外省人這些的 還有呢 又是 後面有工廠 那你就買得過 漂亮的 至於他們在討論 究竟買什麼麵 這個竹星麵 這個我們想買這個 三元半 不買嗎 那我買拉麵 都可以的 這些原油 粗這隻 好啊 好啊 粗 三元半 是嗎 人家喜歡吃這些麵粉 他們要買些麵粉 是整袋買的 哎呀 多厲害 麵粉是人家的原材料 室外的市場我們喜歡這一種 價錢不太貴 就肯定的 還有燈火通明 就不會好像陰陰濕濕 地下又說很濕 那些燈又不著 上面又琴瑯絲芒 就不會 所以外邊的走鬼檔 沒有什麼三意 可能都是有原因的 這裡既有魚蝦蟹賣 這邊有薑蔥蒜賣 前面有豆角 很多的店舖都是明馬實界 一名馬實格就多人買 挺好 這邊花甲18元 我見到 都合理 細花甲12元 有些百倍8元 還有萊尿蝦26元 值得 生意挺好 又有魚脈 這邊有雞蛋 聽見有些菜飯 當飯的老闆 在那裡叫賣鐘 太熱鬧 很多種類都有 先頭我們見到那個老闆 不是老闆 是客人 買了一袋麵粉 50元 我不知道多重 他說自己回去做饅頭 接下來我們買些魚滑 油菜那種 賣23元一斤 煮麵食可能很好的 新鮮有賣魚肉的店舖 賣了魚滑 我煎一點 老闆 多少錢 23元 剛好一斤 夠了 老闆 23元 老闆 來到傍晚時段 肉檔又開始有特價了 肉我們就不買了 因為沒有帶冰 這邊是賣魚的 可以 然後現在已經差不多到5點了 我們差不多去吃晚飯 35元一斤燒雞翼 四隻燒雞翼 賺不賺的 好 好 等一會已經吃燒雞翼 現在又買燒雞翼 不過不一樣吃法 明天吃 明天吃 很多種類 遲到雞翼 雞翼幾隻 四隻 四隻 斬不斬 斬 斬不斬 一開三 一開三 一開三是最好的 不用吃 還要吃辣 嘴辣 嘴辣 壓住 壓住嘴 壓住嘴 一開三 還可以手撕雞 要甚麼雞就撕甚麼雞 撕又行 白切又行 這裏只有29元半隻 至於我們的燒雞翼 在裏面秤 多少錢 那裏寫著30元 要白雞翼 有很多食物 有豬肚 又有果汁豬扒 10元一盒 兩盒18元 付了錢 30元 30元 即是 4、7、28元 4元 剛好燒好的燒業 這裏有7元多一點 這裏有1隻 10元 他說剛剛送貨到的 應該是 說這麼快 我們又找到位了 當然來得夠早 但想不到 餐廳裏面也有其他客人 我們今天主要是吃燒烤 BBQ 燒雞翼 燒生蠔那些 不單如此 其實都還會有火鍋 簡單和大家看看秋冬火 秋冬火 我當然是吃羊肉 很多種類都有 特價98元 你當100元 羊肉98元 但一吊就要兩吊起吊 以及應該包含煲底 煲底還要付錢 青羊煲底 厲害 又或者竹水煲底 青羊最貴28元 竹水最便宜 就15元 又或者羊腩煲 煲了一鍋 138元 這些我們也不叫 但選擇的夠多了 至於這邊 就是我們最愛的燒烤 下午5時就開始吃了 生蠔 圓背 各種都有燒帶子 燒扇背 燒羊肉 它還要用這種 金屬籤穿著來燒 雞腎 雞腳 石子鴨血 很多選擇 不是很簡單的 這個娃娃菜可能會叫一份 上面還有雞中液 12元一吋 又不算超貴的 燒秋刀魚也有 燒魷魚 這些來和朋友喝兩杯 就最好 與此同時 它們仍然會有 印度飛餅 主食又可以選擇這些 例如價格是30元 我看到榴槤拼花生醬 榴槤飛餅28元 下面還有一些便宜 例如蔥油23元 與此同時 當然還會有其他菜式的 客家釀腐瓜大 上面有辣椒38元 又不貴 釀豆腐30元 挺好的 鯪魚餅 煎餃子 還有這種煎餃子 28元 又能冷花嘹煉獨餐牌時間 紙廠慈忌大排檔 我們今天計劃是這樣的 這些菜式我們就不會叫 即使有鹹蛋黃焗粥腸 如果是其他餐廳 我們應該都會決定要一份 我們打算叫一煲粥 再加燒烤菜 還有這些 海螺片 螺絲蝦刺身 又或者 這個燜雞蟹煲也有 一煲鮮也有 168元 還有這個 日式青芥辣炒大蝦 我早幾天見過 在一個視頻做這個 令我心癢癢 再來還有很多這些粵菜 杏包菇炒牛仔粒 又或者這些 鹽燒牛舌 雞當然有 雞也有 燒烤菜 挺好的 很多選擇 蒜香骨 又或者這個 橙香骨 又有 與此同時 還有很多小食的爽魚皮 我們要點的菜 應該在後面 魷魚酥 魷魚酥 九套魚 又有 這些夠醒胃 又或者拌扇片 八十八元 炸牛奶 都有 炒蠶絨 三十多元 暫時看上去 他們的菜式的價格 又不算很昂貴 七八十 貴價菜 當然也有 九黃炒滑蛋 四十多元 五十元不到 還有這個 我們是想吃的 腐皮盒拼釀油炸鬼 三十八元 可以一試 我們計劃今晚 怎樣煮粥 加過油炸鬼 這些遮遮煮就不好了 雖然多 但是可以吃燒烤菜 當然是吃燒烤菜 不如下單吧 好了 我們又下好單 之前有觀眾問我們 現在可以港車北上 確實會有很多港人 上到來 內地玩 其中深圳 以及廣州最多 駕車來到 究竟怎樣辦呢 停車又是怎樣呢 其實有很多不同種類 我們慢慢開始和大家笑 例如我們來到餐廳 好像這道餐廳 它免三個小時停車 入站都是要有 起落格 掃過你的車入場 如果停得超過三個小時 它是要額外收費的 但是通常我們一頓飯 都吃不到三個小時 當你吃完飯之後 就去櫃檯美女 掃一掃她有個曲 就可以免單停車 通常在老城區 即是月秀、荔灣那些 大多數都是沒有這種服務 大多數都是要你自己 去找地方停 除非一些很大的餐廳 但是如果有時候 我們去到南海 我想最深印象就是南海 因為在南海 所有餐廳都是很大的 一定是有停車位 它的生意才可以做下去 除非那些搶粉泡 我不建議大家 把車停在路邊 我們都試過被人抄牌 被人罰錢 又或者被人撞了 是很麻煩的 在廣州 我不算珠江新城 極個別那些 最貴是16元一個小時 如果是免費的 當然最好 像這些免費三個小時 我最記得上一次 我們去上星期 那個芝美龍大排檔 它都是好像餐廳 這裏餐廳那樣的形式 進來 它是給你幾個小時免費停車 它那裏是12個小時 只要你數數過馬 它就12個小時免費 你吃一天都可以 它們夠闊綽 不要那麼小器 基本上就是這樣 12個小時甚麼都夠 即使是三個小時都夠的 話說我們吃完燒烤之後 就近對面的樂風廣場行走 究竟商場又怎樣停車 如果是沒有免費停車 就沒有人去 通常都是有幾種情況 第一個你消費滿貌的金額 就可以免費停車 又或者它會有一些會員 例如好像樂風廣場這裏 它是有10元的會員券 放到你卡巴那裏 去到停車 譬如說10元一個小時 即是免費一小時 又或者可能你消費滿 188下吉之島 拿著一張票去櫃台那裏 服務台 叫姐姐在電腦輸入了一些資料 免費3個小時5個小時 每個商場的規則都是不同的 所以通常我們駕車出去 都是會首先知道那裏有沒有停車 然後價錢如何 才再去找它有沒有這些優惠 停車的優惠 第一時間送上來的就是牛肉粥 多料和很稠 很濃 生滾 牛肉粥 所以它的粥身 就會有一點灰灰蒙蒙的感覺 有芫荽 有鹹蛋黃 還有肉粥 不是肉片 比肉片好 我很討厭那些 拿牛片去煮粥那些 很難吃的 不關事的 總之不好了 這隻是我自己的羹 未吃過的 先吃一碗粥 為何怎樣粥呢 剛才都說過了 因為怕燒烤菜太熱氣 都是吃粥 裡面有芫荽 芫荽就沒有那麼熱氣了 哇 多稠 看看廣府粥就是這樣 而且今餐飯最貴就是粥 48元 其他都是30多元 20多元 今餐單價出賣224元 挺好的 因為燒烤檔 它不跟我們去吃粥菜 大排檔不用粥菜 粥菜不如昨晚 我們點了兩味 你不會再加 最多都是加酒 但在這些燒烤檔大排檔 你可能隨時加一串燒原肉 都不奇怪 所以要慢慢開單 就是這樣 剛炸起 這個是鬼馬油炸鬼 這個是甚麼盒 這個是甚麼盒 複粥 複皮盒 這個味道是38元 剛炸起 有配一個泰汁的 夠了耳氣 我們中午吃得很清淡 喝了下去好像沒有喝 冬瓜粥 不吃這些醋 剛才已經差點想在對面買的檸檬茶喝 不過考慮到這裡有這些 剛才我們吃了雞翼 沒有買的 真的像燒烤檬粥 有一點像 它又不是砂鍋粥 有一點像後來再加一些米 即是有新米和舊米一起煮那種 為甚麼燒烤檔一定要有粥呢 很多人吃燒烤蝦 那些一來熱氣 第二 其實沒有煮食不飽 炒粉炒麵好像多了那樣吃到粥 而且通常 燒烤大排檔都會伴隨著酒精 喝了酒 吃粥其實對喝酒多是有多少好處 鹹蛋過癮 有酒多便宜一點 吃一下又會有鹹蛋黃碎在裡面 鹹鹹的 鹹鹹就像這一塊一樣 至於這個時候 這個油炸鬼應該都放涼了 要蘸些柴汁的 嘗嘗一下 脆薄薄 這個好吃 你說油不油膩肯定油膩 如果沒有油膩就用它焗 我這個我不收貨 油膩的 但是很好吃 它是很脆的 但是不會硬的 有一點點像再硬一點的炸天褲蘿那種感覺 中間是釀了一些肉的 那些肉就不算很大塊 挺好 在這裏面 好貓很大塊 以為比得多 其實不是的 那些油炸鬼應該是再壓扁過的 它不是直接讓肉下去 而壓扁一下油炸鬼 再讓肉 老婆慢慢說 因為女兒帶我們來 所以我們有些少許醋的東西 是 嗯 嗯 這裏面的 節目來是試一下老婆形容 不是好像餅乾那樣脆 這個是腐皮 中間是夾了一些肉的 哇 挺薄的 噢 都是煮的炸汁 裡面的肉都鹹的有味 但是不算很過份 肉也有彈性 不是很死死實實的那種 嗯 但是中間就比較難咬 點一下粥 這樣吃 這些菜式是冰凍啤酒 兩隻之間我更喜歡這個 因為這個吃起來 感覺比較油膩 這個就要用來配粥 肉是一樣的肉 脆脆脆的 配粥 我們等了一會 燒烤 這個是燒雞中液 12元一吋有兩隻 這個就是肥牛 我們要半搭 這裡 這樣就25元 再來還有燒生蠔 我們也是要半搭 半搭的價格是40元 我先從哪個吃起呢 我先從這個吃起 比非有很多人 多過六個人 否則通常燒烤這些菜 都是半搭就夠了 尤其我們剛好三個人 一人分一點 最好 我吃不到足夠了 它是廣式燒烤這種做法 外面是少許蜜糖汁 蜜糖或者蜜牙糖 雞翅應該更多 這個就不算多 這個我留後一點才吃 而且不是那些古靈精怪的肉 看得出的 很酥 但是不是牛肉 不是羊肉 而且始終都是宵夜菜 燒烤菜 這些菜式的味道確實是偏鹹一些 因為如果來喝啤酒 喝了幾杯 然後沖淡了一些味蜜 或者啤酒味道很濃 吃一些宵夜菜 鹹一些 是有道理的 所以這些是不時清淡的菜式 雞翅 雞翅用手 已經切開了一點點 好入味一點 老婆在說喜歡這些烤雞 外表是脆的 裏面是嫩的 符合烤雞翅 或者港式燒雞翅的標準 把那些肥膏全燒出來 挺好吃 又是脫骨 又不是那種大的雞翅 另外 我們點了東西 下單後 看到我們其他菜式都吃完了 這些燒烤仙燒雞 說明什麼 它又不是那種 是預先燒 一大堆的 就是下單 善燒 老婆在說 這個 舊酥真牛肉 挺好吃的 有肥有瘦 如果你在那些 如果一步行街 就不敢吃 這些當然 那些 我算它 就算真實實料 它都是預先燒得到八九成熟 泡雞翅要快 要快便來下單 熱熱便吃 這些就不會等多久 很好 挺好吃的 那些紫然味道剛剛好 有些是用得太多 我不喜歡 我已經將那些沒有蒜蓉的食物吃了 摘下來是有蒜蓉的 這個是豆干 它有三件十二元 我當然是 有些燒生蠔 我試試 它燒好之後 那些水流出來 這樣停在這裡 那些水會不會有很多油 我不敢吃那麼多 通常我吃這些生蠔 都是先吃一點點蒜蓉的 吃一點點鹿 然後倒點水 之前都說過很多次 我不敢側 一樣是有顆瑤柱在這裡 那顆肉 說明不是後期放進去 輕輕輕的 就拆了出來 又不會太油 還有那些蒜蓉呢 有時候 一隻燒生蠔 出事 不是生蠔 是蒜蓉 放太久了 其實 做的蒜蓉是很多功夫 尤其小店 應該會預先做了很多 客人落單才會用 出事 蠔不出事 是蒜蓉出事 這個不會的 還能吃到那些蒜蓉的 爽爽的 辛辣的感覺 挺好 怪不得 可以做到多少年 30多年 1986到現在 那時候開始 廣州人開始有錢 開始有食物 才出現大排檔 大排檔通常都是 可能做完事 很辛苦 晚上下班才會吃 才會吃 有公康就說明 生意好 生活好 最後到這個 烤豆干 還有一個金針菇 石子金針菇 有放進去 這個我是要這樣的 首先 不要太乾 又不要太硬 脆薄薄 又有味 又不會 裡面沒有汁 很高要求 我們要吃這個 看看可不可以 好吃 很嫩 不是那些只有脆 我連不脆也好 最滿意 下面有一點探蝦的樣子 反而不算鹹 反而到這個 不是加很多味粉 你看 不是那些放了很久的豆干 挺好的 最後就是一道燒烤的 宵夜裡必須要有的金針菇 那麼多菜式 這裡也算清淡 但是其實也不是 下面都是用油煮出來 宵夜菜是這樣的 健康就不應該來大排檔吃宵夜 是這樣的 是 又不算很濃味 而且這些金針菇很新鮮 有些不新鮮的金針菇 我們中午不吃得很寡 吃那些沒有味的冬瓜粥 你想想 所以現在要中和一下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廣東人的燒烤是這樣的 它不會放紅的辣椒 搞到它很濃郁的 又油 如果是紫奧匯椒 如果是那種 紫奧匯椒給你 不過吃我就不敢吃 這個就沒有 洋蔥 辣椒 下面一些湯汁 就是這樣的 放在石子上 這樣燒燒完 師傅感應到差不多熟了 這個餐廳是一剪開 剛剛好 還有一些金針菇太老 它會很難咬 眾所周知我的牙齒也不是 它絕對不會令到我有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一起 對 這裡是一個這麼多的 這裡是這個 這裡是讓我們來 這裡這裡 這裡有一個 有什麼 有什麼 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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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15分钟的车程 我们又来到永旺吉之岛 哇 这么多人 这里是乐福广场的永旺吉之岛 现在这个时间7点钟 都未够 商场超级多人 今天是一个星期六 至于我们应该会入未来街市 买一些寿司 买一些雪藏鸡翼 这个吉之岛 永旺吉之岛不像其他 它还有百货商场 前面才是超级市场 应该都算是在老城区里面 不算是鲑鱼 花刀 南海 这个吉之岛都算大 这里除了食物以外 还有很多日用百货买 因为现在天气开始变冷 有些毛毛鞋 到冬的时候很需要 因为广州的冬并不简单 一来到当然看到水果 已经开始有特价了 想不到刚刚7点已经有特价 还有现在因为在做 什么优惠券 什么阳朝优惠券 所以很多人会来购物 又有水果 又有椰子 一应俱传说 整瓶的柠檬都有 再来对面 又有我们很喜欢吃的青瓜仔 其实这里也不是很贵 11.9元 早几天买 我们都要买到9元鸡 不如11.9元 买青瓜买到 我们都已经知道什么品种 吃起身是怎样的 通常会选一些 叫做沙律瓜 又或者水果瓜 其实其他普通的做蔬菜 都可以吃的 还有波斯蜜瓜 我一斤的 8元一斤 什么人买薯仔 7.9元 这个价格合理 然后我们竟然在超市发现 那些红萝卜比仙头价价价在市场 这里是特别便宜 因为它是大手大手买的 已经有万胜治的南瓜买了 全部都是南瓜 挺有趣 你知道万胜治要有什么活动吗? 要去拿糖吃 还有这个是番薯 豆 豆一粒粒放在这里 我们打算买些鸡翼 这里又有羊山鸡 30元 这些就是鲜鸡 很厉害的 但是脚不算很大 不算很小 不算很大 也可以 接着我们又看到鸡翼 25元一盒 比较贵的 这是鸡蛋 我们很少买鸡蛋 有些它还会有咖喱那种四海 现在都找不回 我看到上边有 19元9元 那个已经不记得 尺寸是否跟这个一样 超市价的猪肉 9元8 就是这个大皮 排骨25元 排骨25元 它一直有雪櫃放着 其实 质量没问题的 就是生产出来 和现在这个时间 差得远一点 很多选择 而且有些还是有牌子的 至于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见过的鸡 这个是不同的 这个是五谷土鸡 60元 我们现在市场买不到鸡翼 又来看和牛 这些很肥的 这些是澳洲和牛 就是和牛种 但是在澳洲产生的 这个是一公斤还是金的 这个是 不是 这个是一盒的价 一公斤是130元 是吗 那就是60元 这个是99元是1kg 没有4kg 没有4kg 单价 没有4单 就是单价 这盒就瘦一点 鲜喉那盒就肥一点 99元 但是很薄的 你一次到 一张纸 这个是一斤的价 这个6一个公仔面 没有了 哈哈哈哈 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试一下吧 真的买了送一才知道 那一块是吗 但是它是 它是怎样买了送的呢 两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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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即是40元 40元 看看 那下面那个盒是怎样的 它没有写重量 澳洲 它这个是澳洲谷字牛肉切片 就不同 但是它这里没有写弹猛 那些是有写的 没有写 会不会一样的 不如拿回一盒 写重量 这些是这样的 这些是没有特价的 这些是没有特价的 我都有80多元 194克 但是这些太肥了 半斤也不够 9折半斤也不够 即是一百多克 即是一百多克 即是一百多元 即是一百多元 很贵的 还有很多三文鱼的食物 这个是鱼头 三十元一够 又或者智利的三文鱼扒 这些是真鱼扒 真三文鱼 这个是几重 未够两斤 未够一kg 一百元 其实价钱也不算很低 有银鼠鱼也有 都要二十多元 牛肉 三文鱼 各种都是 这些要等特价才可以买 不过我们也没买 终于我们又来到 买酱料这个区域 也是先留了一说 不过人的 要看有没有什么 十元均一那些 我们就会出手买 因为那些这么贵的 反而有时候 回去Sams Club买 可能更好一些 这个是什么 金丝蛋面 百云牌 很出名的 这些则价钱 6.9元 全部都是零食 3.4元 不要买了 妈妈说不要买 还有是否买紫菜 我们想买紫菜 回去 还有华蜂面 8.9元 都是这个价格 家里那些还没吃完 不买了 而且始终跟南海不同 南海一切都是大的 这里大还大 但都挺逼劫的 有很多人在走的时候 在后面都会要塞车和排队 再来就还有很多零食 有些都是日本牌子 甚至乎可能在日本运过来都不出奇 这些不是 这些不是 下面这个可能是不出奇的 通常始终都是进口的 它价格会比较贵的 它是广州代理商入口的 还有玩具盒 又有这些墨片 上面有整个礼盒装 这种用来拌牛奶吃好 接着又有鱼肉腸 又有薯片 淡然味 但是在海外运到来就 贵一些了 产地日本内粮 就是为鹿仔那里 为鹿仔那里 为鹿仔那里 还有这些 上面还有个公仔 不过这个 上面写着王者荣耀 就知道是在国内产的 武汉 又或者一些是日本牌子 但是在国内生产的 例如面前这些 这是杭州生产的 来到糖果这个区域 小朋友是最高兴的 每个人看到糖果 有得试食 就是追着来吃 我们可能再买这些 八力枝 还有这个 煲剧必备 白力枝 有很多不同的口味 有些有盒子多漂亮 有些有抹茶味 通常我们都喜欢吃这些 最传统的味道 比如面前这种 哇 还有饼干 英国饼干 我以前经常买的 这个 烧花饼 好吃 肚饿时吃一点点 最好 永旺这里有很多不同地方的 进口形容食 这个又有比利时的饼干 这个是瑞士的饼干 又或者下边 我都看不到是哪里出的 俄罗斯 下边那个是 俄罗斯饼干 呵呵 上边这个是印尼的 这个比较好 对我们的口味 拿一局 我想吃 我想吃 这个 还有这些 奥地利的 这个好吃 但贵 一阵就一阵风 而且都挺甜的 那麦包这个 这边 这边 又买益力多了 这边 买 我想喝 我想喝 11元吧 买了 终于我们又来到 这个 卖牛奶 卖野饮的区域 10元两瓶 是椰子汁 还有这麽大瓶的 水果汁 都是20元 什么呀 豆腐花 我们又来买豆腐花 这个商场真是炸的 三杯 这里买东西 买东西又多些 这些平均 两元一粒 还有这两个是女儿 拿的 豆浆 再来 豆腐花 已经看不到底 如果不是怕家里的冰箱 放不下 其实我还想买个面包 不过算了 是 家智 明天我们应该都会出外 周围游玩一下 或者是顺德 或者去清远 花刀那些 这些买了油 不知何时 我们又买了这么多的东西 不过都是花了$250 真是划算的 怪不得这么多人 不是吉之堂就是这样的 好了 那我们亦是时候要回去 各位观众 下集见了 分享这部影片给你的朋友看 又或者帮我点个like 拜拜 来吧 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